Phil family 這是我今天的第二支影片 因為突然突然發現了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Instagram上 它是一個平台最最最紅的一張照片已經被取代了 不是什麼大明星 不是Bruno Mars 不是Kylie Jenner 不是Kim Kardashian 居然 就是一張蛋的照片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代表說 現在的自媒體 就是整個power已經shift 到我們身上了 已經不是一個傳統媒體的一個時間點 今天不一定要是一個什麼大電台 什麼花很多很多錢 來promote的一個產品 或是一個電視劇或電影 或一個大明星才可以 被大家關注到 我們所有人都是在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 公平了 所以謝謝Little Egg 超級超級開心 我給你們看 它現在 它是1月5號 PO這張照片了 它這個帳號是完全來自不明 不是一個什麼有名的人 然後它就PO了這張照片 想要看看可不可以破世界紀錄 那它現在1月5號到今天是1月14 已經有4千多萬個讚了 4千多萬個讚是crazy 因為你要想想看 4千多萬個讚 表示更多人看過 而且它整個夜 只有一張照片 它就有500多萬個follower 它已經超越了之前最多like的照片 就是Kylie Jenner握著她的女兒的手 不只超越 它是like double 超級超級crazy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幾點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所有人都有機會 包含電視機前面的 or手機前面 不管你在用什麼東西看的觀眾 你都有機會把你的message 讓全世界聽得到 不管你是自己有一個餐廳 你有什麼話你想要對大家說 你有一個產品 你有一幅畫 你要唱一首歌 已經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你只要跟大家有個共鳴 或者是你很有才華 一定有機會被聽得到 二 因為網路現在是超級超級發達 你只要有一個訊息 發出去 馬上就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聽得到 你的觀眾已經不在於你住的地方 或是你的工作環境 不管你是要做YouTube 你要賣東西也好 你可以賣到全世界 很多人現在都其實 工作都是在網路上 不管是幫人家翻譯東西 or我有朋友是在馬來西亞 然後他是賺紐約的錢 or你做consulting business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在網路上做 你在賣東西的話 你可以寄到各地各國 一定是global audience 所以現在這個年代 the global age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不管你要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都一定要往網路 promote自己也是一樣 就是以前最重要的是一個名片 那我覺得現在你的網路的entity 你自己的品牌 在網路上是最重要的 By the way 我剛才講到賺錢機會 他這顆蛋這麼有名 這麼多人看到 他同時也在賣T-shirt 他上面寫 I like the egg 就是我給的那顆蛋 點讚 and 他那麼多目光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一定會賣到很多T-shirt 因為有一些人就覺得有趣 所以你想想看 幾千萬個人like 可能甚至幾億人看過 他這一個蛋 然後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 他有在賣這件衣服 只要幾千個幾萬個人 買他這個衣服 他就賺翻了 so opportunity is there 現在是最好最好的時機 and下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個蛋 雖然他很silly 你就覺得他只是一顆蛋 但是他證明了我們 現在的人的專注力 跟我們把我們時間花在什麼上面的重要性 因為 當我們把我們的專注力放在這顆蛋 然後我們也給他我們的時間 給他一個讚 他就已經變成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顆蛋 當然不是這顆啦 那顆照片 so basically 你的專注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Be careful 你把你的時間 跟你的專注力 放在什麼上面 因為你只要專注在他上面 他就有名 他就有價值 and最後一點想跟你們講的就是 不管你現在在忙什麼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想要完成什麼 你可能 比你想像中的還接近 因為其實這顆蛋 1月5號才出來 他就是過了可能 才一個禮拜 他就已經破了這個世界紀錄 如果一顆這麼小粒的 就是很basic 完全不特別的一顆蛋 做得到這樣 超越了所有的大明星 超越了所有的大平台 超越了所有的大媒體 like high production 不管是什麼 因為他的like數 他的讚數 不管是在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任何任何平台上 是世界上最多最多讚的 而且現在還是往上升 尤其像我們現在在做影片 其他的新聞在報導 他只會越來越多 如果這一顆蛋都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那你一樣有機會 我也一樣有機會 我們不管是要做什麼 有可能就是差一小段 我覺得網路是最好的機會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promote什麼 我推薦大家 就是可以把你的voice 你想說的話 你想做的一些東西 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那種速度 擴散是好快好快 以前可能一定要有報紙出來 現在只要一個信息出去 人家幫你寫報導 網路是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So that's basically it 只是看到這個新聞覺得說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是很 有一些人是覺得很好笑而已 我當然也覺得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激勵人的東西 因為尤其是我是影片創作者 我就是一個自媒體 那我看到光一顆這麼普通的蛋 都可以被這麼多人關注到 而且他可以超越所有的大明星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鼓勵 我希望也是對你們有一種鼓勵 因為以前只會想說 人家是很有名 所以他才可以這樣子 人家是大電視 或他們是花很多錢 他才可以讓大家聽得到 No 你現在在家裡 像我在家裡 有一句話想要說 或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都是有機會被聽到 Alright That's it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 加入我們的Full of家庭團 歡迎現在訂閱 加入我們每天嘗試不想的東西 每天勇敢的做自己 And 厲害厲害的蛋 我要把你吃掉了 看誰厲害 看誰厲害 Alright Full of family I love you guys See you guys tomorrow 下一支影片見 Have a good day Egg out